呃 大家好 我是那個David 那今天想要來分享的話 也算是 分享一個創業的經驗 等於說比較多的是個人的一個體驗 那就是說我想說 畢竟有些是觀感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就會踢一踢 那像剛剛講就是說之前的話 我是在國外待一段時間 那邊說,想要回來的話也是深思在繼續做創業 那也想說,請大家說,現在台下的話 有多少人是想到說,只有創業或是現在做創業 那還蠻多人的,OK 那也想到說,也了解一下,大家會比較少聽哪一個 那其實我現在等於說,因為我在24歲的時候開始創業 那目前的話,怎麼說,創業過程中五年的話 你發現從這一段時間的一個學習,創業過程的一個學習 才發現說,其實創業它不只是一個可以幫助人頭賺錢的一個方法 但同時它是一個可以讓你更了解自己的一個學習過程 那為什麼,其實我今天會不想分享說,在學習過程這個方向 那其實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人生的話其實很多時候它是一段旅程 不是說,看它的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反而是說,你現在這一段的經歷是什麼 所以變成說,反而是說,用怎麼樣的方式來創造你自己的一個很豐富 很有體驗的一個學習 那很多時候是說,在,就是有時候剛社會新建人出來出社會的時候 很多時候大家會覺得說,有可能是說我現在要做一些事情 有可能是不一定會有那麼多曲折 但是說其實現實生活中的話,其實這個世界是蠻殘酷的 怎麼樣來,先來體驗,先來了解 特別說,我現在也先從一下我的經驗來講 就是說,我剛開始其實大學學的是學3D東方 那等於說那時候也是,20歲的時候開始做這一塊 然後後來也在業界大概做了兩年多 那後來也是因為說,一開始對創業,對商業這一塊一直都很有興趣 所以後來才是說,假如說我之後要開始出來自己創自己的工作室 3D相關的一些工作室,一個設計相關的工作室 那我需要什麼樣的一些技能 那學生在思考的時候,不只是說我需要3D相關的一些技能以外 同時也可能需要行銷,需要管理,需要一些別人的相關技能 所以後來想說,那這樣我開始先從做社會來瞭解這一塊 比如說開始讓我把我現在所做的東西更拉進去做上面這一塊 所以那時候後來開始做,算是投資保險的一個 算是financial policy這一塊 開始做一些part time,一些非全職的一些工作 那等於說後來開始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開始越來越接觸更多的一些相關的投資 所以開始後來經營,開始在做股票,做選擇選擇,然後做地產 然後後來開始接觸到一些新創公司的一些投資案 所以那時候有幫一些朋友做一些天使投資的投資案 那在後來的話也是因為 變成說剛好有投資到一家餐飲店 變成說因為支持他 中間的話其實他的虛擇蠻多的 所以變成說後來的其中一個股東 他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變成說後來我要自己下去經營 那這樣的話其實也經營了兩年時間 把本來一家快要倒掉的店 後來也把他拔上來 那但之後就因為家人身體沒關係 所以就回來台灣 那等於說也是因為這樣開始接觸到醫療和運動的一個產業 細材相關的一個產業 所以這個是算是我的一個這九年來的一個經歷路程 那其實說這邊的話也可以看到說 這時候就等於說在不管在這一段時間 就是說一從本來在做 在做算是務員 就是在做三億動畫的時候 之後開始變成說一想要自己出來創業 那等於說之後一開始經歷到說 創業的一個挫折感 和他的一些複雜度 等於說一開始後來慢慢爬起來 等於說現在到這樣的一個階段 等於說現在接下來的路程 不確定會怎麼走下去 只是說還是一樣說 現在我想應該之後還是繼續往創業這一塊繼續下去 你發現說在這一塊的一個路程上面 真的可以學習到什麼 那等於說其實說 發現說在 假如說創業學習這一塊的話 反而是說在 就在職場上 剛開始進入職場的時候 你學習到的東西 不一定是會學到最多 因為蠻多時候你是在 你的focus在某一塊 某一個區塊的小地方 那像說你那時候 剛開始做三億動畫的時候 就發現說 怎麼樣開始學你喜歡做的事情 那這一塊是 發現說這一塊真的是蠻重要的 就是對 看今天台下有蠻多是 就是剛進大學 或是現在一正在大學 真的要進去 就說這些 就是說 怎麼樣透過參加更多 就是參與更多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活動 來了解到 自己真的是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喜歡做哪一方面的事情 那之後可以在他們 繼續再深演進去 那等於說後來之後 也開始對待會說 怎麼樣了解客戶的想法 和他們需要解決問題 來幫助他們 那等於說之後再做投資的話 開始了解到說 市場 這個各戰很重要 選對市場 和選對團隊 因為那時候 做一些天使投資的一些案子 發生說 剛開始有些 那是SID EV都寫得很不錯 那是團隊不對 那後來跟人說 那時候投了五個團隊 現在大概唯一有一個 會有繼續有可能 繼續做他選對團隊 那後來跟人說 開始自己跑到做餐飲 那時候是做了一個 算是一個 線泡茶 加上點心 比較算是青石和點心的一個茶店 有發生說 那時候變成說 第一個 那時候我自己創業 經驗快少完了 那變成說 那怎麼樣 在沒有人 沒有錢的 的情況下 怎麼樣繼續把這個 這個basis 繼續做起來 那變成說 在那一段時間 這個也學到蠻多 那其實說 反而現在後來發生說 其實那時候 在創業的時候 在餐飲店的結構 真的是學到最多 因為你是會學到說 你怎麼樣做行銷 怎麼樣來做經過 怎麼樣做 就是成本的管控 怎麼樣做內景 怎麼樣做服務 怎麼樣做其他一些相關的 這些東西 這真的學到很大 那現在變成說 在最後現在回來 台灣這一塊 發生說 其實創業的話 其實真的不一定是要專程 就是在廣告的程度的話 假如說 你是把它當作一個學習的經驗的話 它真正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那 之後開始說 做到一些不同相關的東西的話 是說 你現在要做什麼東西 你的理念 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有時候是說 你現在要做一東西 當然是說 你要幫助什麼樣的人 你要選對你的出去 來真的幫你解決他們的問題 這種問題 那所以現在變成說 在這五年的 創業經驗的話 發生說 真的是唯有先了解自己 我自己喜歡什麼 自己想要做什麼 自己想要幫助什麼樣的人 然後這樣的話 你才可以說 全心全力的 投入在這塊裡面 來開始 把這變成一個 人生的目標 來繼續往前進 那現在 現在我在做的醫療產業的話 我們現在想要幫忙的 就是說 怎麼樣幫中央的人 他們有一些痠痛 關節的一些問題 怎麼樣用不同的器材 來可以幫助他們 更容易解決 他們這樣的問題 所以變成說 你這一塊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知道你真的想要什麼 那當你真的知道 你真的想要什麼的話 開始設定的目標 開始發生說 你現在達成了一個步驟 然後之後開始進行 那同時之後就是 當你知道說 你缺少什麼 你現在想要做到什麼 你會知道說 你現在缺少什麼 那這樣之後 就開始做大量的學習 那在這邊的話 就是在這邊 大家應該都知道 帶生意 因為那時候會放在他 因為是說 他那時候不是想說 這個 假如說剛開始 業績不夠的話 先跟父母拿錢 其實這一塊 不一定要跟父母拿錢 我想大概講一下為什麼 因為其實說 像我之前 之前的話 其實在創業這段時間的話 大概平均都會花大概 一個小時 大概半小時 再做閱讀 閱讀參觀的一些行銷 管理 一些其他文章 那每個月的話 其實說讀的書 還有參加的活動 都蠻多的 那這些的話 一定都有成本 所以那時候 後來算一下 之前的平均的一個花費 大概都是八千到一萬多左右 那這時候 都是 這時候 一個窗窗也沒寫嘛 就 好 現在信用卡 就這樣先刷下去 只是後來發現說 其實當我在 回過頭來看的時候 其實說 我那時候 所花費的這些 時間和金錢 還有 但是所產生的遠脈 和我所學習到的東西 其實是兩者的 那其實說在 這邊想說 大家有想要創業 或是在創業的話 其實 多學習 多學習 需要了解的東西 才是重要的 所以說 比如說在學校 學校跟他說 有時候 反正就是在學校的時間 先花一個時間 先了解自己喜歡什麼 然後之後 再往這一塊 往真的之後 真的想要以後 為了想要走的這一塊 繼續做一個很大量的學習 對 那之後當然就是 當你已經知道說 你需要什麼東西之後 就是 開始做一個快速的 一個實作 和快速的失敗 原因是因為說 真的是當你在 失敗的這一塊的時候 你可以取得到 非常多的東西 那我想以最後的話 就是 這邊來講 就是說 現在對我來講的話 創業已經變成 是一個生活的一個方式 那同時已經是 變成生活的一個態度 就變成說 它真的是出 因為其實創業在某個程度 它算是一種 解決問題的一個能力 它能解決問題的一個思考 思考方式 特別說 那怎麼樣來把這一塊 融入在生活裡面 其實有時候 是可以幫 幫自己在生活上 或是幫朋友在其他生活上 會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方式 那我想 會不會就先到這樣 那之後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就開始一個 簡單的一個Q&A 這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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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妳有一個人會問的 那妳會問Jerry的經驗 或是想要跟他提問的 可以舉手 可以問Jerry 有嗎 Jerry 你好 我們也都還蠻熟的 然後因為剛剛大家可能還沒有問題 那我就先跑出來給你一下 就是因為你剛剛一直有提到說 學習這塊很重要嘛 那在學習過或是像現在這些 有可能也還有一些是剛畢業的 或者是有想法 那當他們完成了學習的過程 他們怎麼樣去做一個收斂 那收斂完之後他們怎麼樣去正式的開始 就是收斂 對就是學習完之後 他怎麼樣去收斂他學習的知識 然後把它開始正式去進行始作 其實在這段經驗來講的話 其實發生說整個收斂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真的是靠始作 來做一個算是 因為當你在學習一個課程 譬如說之後 你現在開始做始作的話 其實是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最快的一個學習方式 同時是一個repeated process 把你所學的東西開始做一個測試 然後看說你剛剛所學的東西 到底是就對了 因為畢竟說有時候 書本上所講的東西 在現在這個時空背景 和以前的時空背景不一樣 所以變成說有時候不一定可以 適合這個市場 會適合這些人 謝謝 沒有回答二名的問題 有有有 就是 趕快學趕快做嗎 做了驗證嗎 對 對 那還有朋友想要請問問題的嗎 Avery你好 剛才你有提到說 就是在失敗中 是不是有學到什麼 我想說 你會不會 問你也創業的 就是 一定很久 會不會 舉一個 就是一個兩天 所以你覺得很印象很深刻 所以你從失敗通常學到的 學習 然後回到剛剛那個 所學到的東西 那一張 有一個曲線圖 那我想 等於說 現在創業的話 現在是 應該是 等於說 那時候開始 在這邊其實都算是 在幫其他公司做 那變成說 後來開始做 投資這一塊的話 那時候自己創了一個 一份投資公司 做一張投資案 那其實在這邊發現說 失敗的經驗的話 以這邊來講的話 變成說 這邊的話 就是真的是 選對團隊真的很重要 那其實說 這一塊其實不只是說 在做投資而已 反而是說 你現在假如說 要自己創業 你要怎麼樣 其實剛才的那個 阿岳嘛 剛才講到說 團隊的這個問題 有時候變成說 怎麼樣找到說 大家都跟你一樣拚 的一個團隊 那其實有時候是很重要的 所以理念也就是 真的很重要 然後大家說有沒有說 真的有 有這樣一致的信念 想到說 這關於非要做好 只是問題是有時候 這是可以不可求的 這樣 那所以變成說 在其他相關的話 那我在這邊 在做餐飲的時候 發現說 那時候 因為剛好是 透過一個朋友的介紹 所以投資這家店 那變成說 那時候就等於說 就算是賺利息 和賺營業 就是profit sharing的方式 那後來等於說 這個店長 這個partner 他在經營一點半之內 把公司的業績 從本來是賺錢的公司 這家店 後來變成說 調到說大概在四五個月之後 通過就要倒了 的一個階段 那所以 那時候發現說 還是真的 驗驗證的另外一項 就是找對人很重要 其實真的找不對人 真的是有時候 你怎麼被搞死 怎麼知道 所以說難聽一點 那後來的話就是說 就是說 在這份經驗 就是說 你要 在之後 很多時候是說 有時候真的 不一定有朋友可以幫你做 有時候真的要自己 跳下去 親自去 親自去 那所以 在那一段時間 其實真的是蠻苦的 那 只是問題是 不想苦的這一塊 也不用多說 那就是真的就是說 怎麼樣開始說 你之後開始 下去決定說 我要把這塊做好 那就真的是 下去做 那反而是說 剛才講到說 失敗的經驗 我想大概就是這樣 只是後來 甚至把它做起來 那等於說 現在的話 剛才這樣沒有 回答到你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有問題的 我們最後開放一位 KB你好 那你在什麼樣的過程裡面 看到什麼 題目 然後決定跳下去 你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跨能夠多好 也是可以 我是說 你想做這個東西 總之有可能 那個過程 對 他覺得他應該是可以賺 應該是賺 對 對 其實在之前 這兩邊的話 都算是 比投資的角度 為歇入點 那等於說 那時候就說 那這樣我現在投的 這樣的一個資金進去的話 它的 方權多少 我可以 可以有些人是 一兩年之後 大概可以翻那幾倍回來 那時候是比較 以這樣的方式 做一個歇入 那其實那時候就比較不算 以創業的角度來做 那時候反而是以 投資的角度來做 那後來是說 真的在創業這一塊的話 其實像這樣講 就是說 你怎麼樣選的市場 你現在 變成說你現在這個市場的話 在接下來的五年 十年 是不是 一個感覺上 你自己感覺上是對的方向 你的團隊是不是感覺上 這是一個不錯的方向 然後現在我自己也發現說 現在在這邊就是說 你的理念真的很重要 因為說有時候 或者說 或者說是這個市場 對不對 反正就是說你現在的團隊 可不可以建立說 一個兩三個人的一個 一個core core team 把這個理念 就是開始 繼續走下去 如果你是先測試一個idea 就是說 我現在要往這方向 我來試試看 針對同樣的一個市場 來試試看 你講這個不行的話 我再試另外一個idea 不行的話再試另外一個idea 反正是用這樣的東西 我想本身自己在創業的話 也知道說 這樣是一個最快的領域 就是 選題目 是 可能在經過幾番考量的時候 我覺得 他可能 目前不是我的歷史 做得到 所以我可能看了他 只是 投入十幾點 不見的是現在 有時候 有時候是我們樂觀的點 或是同時也要考量 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自己的資源 我現在有足夠的財力 足夠的人的脈 或是其他 他就說我現在的 我現在的其他的相關 背景的經驗 我懂不懂 他想不懂的話 我可不可以找到這些人 他想真的找不到的話 我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我可以把他人過來 直接要看出你的財力的生活 所以 沒有說像你剛才講到 就是說 之前學習的過程 其實像這樣 回來台灣這樣一年的話 平均現在跑的一些創業活動 香港活動 大概一個禮拜有時候 跑的大概很成長 那也是因為說 我現在在台灣 之前四季年都在國外 沒有說我的人脈 在這邊幾乎 我們怎樣從零開始 來了解台灣的創業 對創業圈的一個 一個主要思想 這樣做 好 那我們謝謝David的分享 謝謝